蘋果公開全新iPhone14 在高階版Pro和Pro Max中 搭載A16仿神晶片 韓國媒體報導 iPhone14的NAND記憶體名單中 出現大陸公司長江存出 夜內人士指出 這是蘋果向大陸市場示好的象徵 而這間大陸科技公司 正是拜登政府 為了限縮大陸半導體發展 考慮制裁的對象 白宮不斷縮緊對陸限制措施 近日宣布將投入500億美元 補貼本土半導體產業 不過附加條件就是 接受補貼的科技公司 10年內禁止在大陸建設 擁有先進技術工廠 紐時報導 美國雖然還是晶片設計 全球領導者 但在生產面上早已失去優勢 華府接二連三技術限制 就是擔憂大陸成為產業領頭羊 不只科技發展上 美國在地緣上對大陸 也採取圍堵策略 由拜登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 IPAF包含日韓 印度 澳洲 等14個國家 美東時間9月8號 9號 將在洛杉磯舉行 首次部長級面對面會議 聲稱要改變中國的周邊環境 目的就是企圖圍堵中國 讓亞太國家 充當美霸權的馬前卒 根據日經報導 IPAF會議中 將討論建立一個官方系統 在國際緊急情況下 共享半導體等重要物資 而美日韓三國幾乎掌控著 全球近一半半導體產能 意味著將把大陸排除在外 大陸官媒環時認為 IPAF美其名是經濟架構 但美國在經貿議題上 卻不願對成員國做出讓步 美方將自稱利益擺在首位 終將導致IPAF失敗 記者綜合報導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 這個鮑魚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